旅民們七家帶眷 一起踏上重新整修的光新陸橋 大家展露感恩的笑容 氣氛相當溫馨 位於三重光新國小旁的光新陸橋 由於年久失修 加上階梯高度不一 導致跌倒意外頻傳 幸好在中校里長王維源的奔走下 獲得一家在地企業的贊助 才讓陸橋重獲新生 因為天橋雖然很好 但是三十年來 連久失修的結果 導致每個接聽高低都不一致 而且那個防滑條也都已經失去的功能 尤其到下雨天 更是跌倒和滑倒的事件頻傳 這一次威源爭取到了 我們田新建材的楊善德董事長 他大力來支持我們這一次的 光新陸橋整修的全部的費用 從設計到施工 監工到最後的完工的整個過程 我們總經費大概花了150萬 對於王維源里長長期率領志工 任養光新陸橋 並找來廠商贊助維修 山中區長劉來通 和光新國小校長吳月聰 都相當感激 我們都知道這個政府的預算是有限的啦 那其實民間的願力是無窮的 那我們這一次光新陸橋的任養整修 就是尋這樣的一個模式 非常感謝那個王維源里長的大力奔走 以及楊董事長的贊助 還有林武雄里長的支持 給了這座陸橋新生命 讓我們學生以後在上下學的途中 有一個新的陸橋可以陪伴 會比較幸福一點 整修後的光新陸橋 除了階梯高低儀之外 也加裝防滑電 並且重新粉刷 加蓋遮雨棚 相信能有效提升附近居民 及學童的通行安全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 好 好